这条鱼在河龙江的话 如果上餐桌的话 如果是卖肉 对 卖肉 大概是一万 应该卖到一万二千块钱左右 但是你现在说死亡我都不卖 湖北一男子养熏鱼差点破产 好不容易走上正轨 顾客开出十万一条的价格 他却说什么都不肯卖 三年之后 他的一条鱼居然卖出了上百万的天价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是如何实现逆袭 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呢 一拳三连 点个关注 这位男子名叫田开宏 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他发家致富靠的就是养殖鱼 他的一条成年鱼鱼 就能卖出上百万的价格 但这条路对于他来说并不好走 他好几次都想要放弃 养殖鱼于他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他从来没有做过水产养殖方面的工作 就连普通的金鱼他都没有养过 所以起初还有些不敢尝试 田开宏 从养殖过鱼鱼的农户那里 了解到鱼鱼非常好养 也不容易生病 也不挑食之后就决定大胆尝试一下 将自己辛苦大半辈子 存下来的八十多万元 全部拿去买了鱼鱼苗 剩下的一部分则雇佣了几个工人 专门饲养这些鱼 考虑到幼苗还需要养殖一段时间 才能区分公母 而且派国脆弱 一不注意就会出现死亡 所以田开宏买的都是长大一些的鱼鱼苗 收到货之后 他就将鱼鱼放进自己承包的池塘里 准备等第二天开始区分公母 但是第二天他还没有睡醒 就有工人给他打电话 让他赶紧到鱼塘来 说他的鱼鱼全部翻白肚皮了 马上就要死了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让还睡眼惺忪的田开宏 立马清醒过来 起身穿好衣物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鱼塘 的确如工人所说 这些鱼鱼都翻了白肚皮 明显就是不行了 眼看着整整八十多万就要打水漂了 田开宏心中慌得不行 赶紧联系了一位水产方面的专家 希望他能够找出这些鱼鱼死亡的原因 专家同意了 但是现在还在外地 得两天之后才能感到 田开宏虽然焦急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耐心地等待 挂断电话之后 最让田开宏头疼的是 这些快死的鱼鱼怎么处理 丢了太可惜 不丢会污染水源 对池塘造成更大的危害 思虑再三之后 他决定将这些鱼鱼捞上来 自己煮了吃 自己吃不完的 那就送给亲戚朋友 在连着吃了好几天的鱼鱼肉之后 专家总算来了 他站在池塘边上 观察了一两分钟 就找到了鱼鱼大面积死亡的原因 池塘的水温太高了 鱼虽然不容易生病 饲养简单 但是对于生存环境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光是水温就不能超过28度 田开宏听后 有些不敢相信 便找来了温度计测量水温 发现水温居然接近了40度 这个温度就连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鱼呢 找到原因之后 田开宏便向专家求教挽救的办法 专家表示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水箱将鱼鱼放到水深处饲养 这个方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却让田开宏犯了难处 因为他已经将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鱼苗了 若是还要购买水箱 那肯定又是将近10万的支出 现如今的田开宏根本就承担不起 专家听后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其他办法了 田开宏心中虽然很失落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送走了专家之后 他坐在家中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选择放弃 还是继续尝试呢 若是放弃那80多万 就真的打水漂了 在家中沉思几天之后 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条鱼带黑龙江的话 如果上餐桌的话 如果是卖肉是吧 对 卖肉 大概是一万 应该卖到一万二千块钱左右 但是你现在出死亡我都不卖 男子养鲜鱼80多万打了水漂 他又是如何寻找的突破口 让自己从破产变成了 身价超千万的企业家呢 在家中沉寂几天之后 他想到了附近养殖鱼鱼的散户 他们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没有钱的 根本就买不起水箱 他们又是如何解决水温的问题呢 想到这一点之后 当天下午 田开鸿买了一些水果 去拜访养殖鱼鱼的农户们 农户们都比较淳朴 在了解到田开鸿的来意之后 也没有任何隐瞒 就将解决的办法告诉了他 虽然没有水箱 但是可以用小鱼网 编织出巨大的鱼网 放在特定的环境中饲养 两者作用也是一样的 成本还会低很多 田开鸿按照这个办法 果然解决了水温的问题 辛辛苦苦养殖了两年之后 熏鱼总算是到了出栏的时候了 但两年过去 熏鱼的身价也已经一落千丈 原本一斤的售价在一百多元 现在却只有六十多元 便宜了整整一倍 这可把田开鸿筹坏了 当初养熏鱼就是看在他单价贵 现在变得这么便宜 那他不就是白忙活了一场吗 在他焦急上火的时候 有一个顾客主动联系他 表示要买鱼并且给出了一百六十多元的单价 这对于田开鸿来说 犹如天降福音 欢欢喜喜就答应了 但这位顾客怪异的举动 却让他起了疑心 这顾客只要努熏鱼 而且肉都不要 就要肚子里的鱼子 这可太奇怪了 难不成这鱼子比鱼肉还贵不成 在这位顾客要离开的时候 田开鸿还是没忍住 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那位顾客听后却一脸的为难 似乎并不想说 但考虑到自己占了那么大的便宜 说出来也没关系 告诉什么东西 他说我告诉你 这我们叫黑黄金 我说黑黄金呢 他说这叫鱼子价 田开鸿听的云里雾里 便拿出手机在网上查询了相关资料 再了解到寻鱼子的一刻就价值近一万元 一条寻鱼肚子里的鱼子少说也有好几千克了 那位顾客简直是占了他超级大便宜了 一千欧元一公斤 那我算一下 他在我这里拿走 让我给我除了一百三十块钱的价格算 他赚的是几倍的女人走了 这个当时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 紧接着 田开鸿便学着那位顾客的样子 将寻鱼子取出来 但令他疑惑的是他取出来的鱼子 腥味十分浓郁 闻一口就让人想吐 明明是同样的取子方法 为何差异会这么大呢 在回顾了顾客取鱼子的过程之后 他发现了关键所在 顾客在取鱼子的时候并没有用自来水 而是从附近山上打来的山泉水 按照这个方法又试了一次之后 田开鸿发现果然没有腥味了 反而有一种果香的味道十分鲜美 经过几次尝试之后 他还发现水温越低 清洗的鱼子腥味就越少 油脂也越少 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鱼子加工厂 三年之后 他的鱼子生意也不上了正轨 一年就盈利好几千万 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大家都非常好奇 他为何会如此成功 创业是否有什么秘诀呢 男子养殖鱿鱼却面临破产 发现鱿鱼子商机之后 实现惊人逆袭 大家都很好奇他为何会如此成功 而他却表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养殖鱿鱼并不是田开宏第一次创业了 他尝试过很多项目 比如养殖猪牛羊 还去开过矿车 虽然积攒了不少财富 但他的野心并不至于此 他想要赚更多的钱 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在他准备尝试新项目的时候 他的身体却出现了大毛病 那天他准备出门查看市场 刚起身就感觉头晕目眩 直接昏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家人发现之后 马上将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医生给田开宏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 这个肿瘤刚开始很小 没有对身体造成危害 但是变大一些之后 就开始挤压神经了 这也是田开宏会昏倒的原因 若是不赶紧进行切除 或许会危及生命 听了医生的话 田开宏变得非常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之后 田开宏就表示同意做切除手术 这次手术非常成功 虽然自己的大半积蓄被花光了 但是保住了性命田开宏 已经非常满足了 这一次他也不再思考 要不要继续创业赚大钱了 活在当下 珍惜剩下的时光 成为了他的首要目标 康复之后 田开宏到处旅游 去了自己想去但没去过的地方 吃了以前一直舍不得吃的山珍海味 这样轻松自在的生活 让田开宏的心情好了很多 可每每想起自己的创业计划 他的内心还是十分落寞 他在青岛旅游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水产养殖博览会 心中有些好奇 便进去游览了一番 在看到寻鱼的时候 他停下了脚步 寻鱼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体长近十米 而重量超过了一千斤 长相也十分奇特 看起来就像鲨鱼一般 起初田开宏也只是觉得 他的长相有些特别 但在听闻这种欲一斤的价格 在一百多元底后 他心中又起了创业的心思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 妻子没有赞成 直言他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都走过一次鬼门关的人了 没必要再折腾了 可田开宏是个倔脾气 越劝反而越倔 妻子没有办法 便只能随他去了 只是出乎他们预料的是 田开宏居然真的创业成功了 看着田开宏一点的骄傲 妻子也只能无奈笑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而田开宏也想要提醒广大的创业者 在创业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 要提前调查好市场 他在养殖鱼鱼的时候 就是没有做好市场调查 等熏鱼出栏的时候 鱼的身价都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若不是误打误撞 知道熏鱼子这个商机 那他真的就要破产了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非常好奇 那些取了鱼子的 熏鱼肉甜开宏是如何处理的 自己吃肯定吃不完 更何况就算是山珍海味 天天吃也总会有吃兔的一天 这些鱼肉甜开宏并没有倒掉 熏鱼身上肥美的部位 卖给饭店 而剩余的边角料 则交给猫狗饲料厂 做成猫狗的饲料 没有一点浪费 还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这些鱼肉甜开宏 你不再有点准备 这些鱼肉甜开宏 一定要做到一个财富